蛤?可以知道我正名嗎? CCY啊 好啦,我還想給爸爸一點尊重 等一下,我姓陳啦 陳千瑤啦 對,陳千瑤 別人會知道這個 讓別人知道,別人都不想知道這是誰啊 應該全部都來自於整個馬來西亞吧 也來自自己吧 就是自己不知道的東西 好像就可以去拍一下 我去過台灣好多地方 然後也理解很多台灣的文化 那就讓我更加覺得說 不對啊,那我好像很不了解馬來西亞 一陣子很長沒有回來馬來西亞 然後會更想了解馬來西亞的地方 所以就種種的幾個原因的結合 就是很想了解馬來西亞 再加上遇到了會講中文的馬人跟印度人 種種原因下就覺得好像必須往這個方向一直走下去 自己也很好奇啦 主要自己也很好奇 我覺得才能一直拍下去 之後其實會發現到想要了解東西越來越多 我比較傾向於是那種 就是沒關係,現場來 邊了解 邊了解邊拍 真的是在這個不了解的心態去做 所以這個是現階段的我啦 我覺得我們在馬來西亞 很多人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裡 沒有這個機會去了解不同的種族 那如果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以中文的形式去讓更多華人了解不同的種族 在想什麼 可能有的話是我爸媽會擔心嘛 好像我都沒有擔心過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的方向很明確啊 或許有一些負面的詞 但其實點睛人都知道這只是一個包裝 就是其實方向就是很明確 就是了解彼此 我覺得真的有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那我也蠻想看看一下到底是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結果反而會期待啊 到底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都喜歡啦 都喜歡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獨履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可以學到蠻多東西的 因為你 不管是家人或朋友 你只要有人陪伴的話 你都會蠻依賴 在身邊的不管是家人或朋友或情侶之類的 但如果你獨履的話 其實你就只有自己跟陌生人 所以我覺得我其實不常獨履 但我蠻期待跟享受獨履的 但如果要選的話 其實我應該會選擇跟帶家人 因為時間的關係吧 工作都那麼忙了 那如果有機會有時間 那過年大家都在 那不如大家一起去玩就好嘛 其實 再加上 也可以工作 欸好不錯 好好喔 都結合了 你知道嗎 也可以工作 那就又工作又玩 再加上可能這樣子 我爸媽會玩得比較開心吧 因為 因為玩很花錢 他們不愛花錢 我在工作他們就可以玩得更開心 因為他們玩得開心是我的工作 所以他們會為了我的工作玩得開心 再加上前面十年都在台灣 所以其實 相處不多 那有的相處其實都相處少不住 我覺得去中國這件事情好了 我老實說 其實網路的資料不多 我覺得剛好我那時候也很忙 然後可能 畢竟想要帶著家人去那裡過年 也畢竟想到底有什麼品牌的時候呢 那好像可以活氣去中國 又不用簽證了 那好 我就set了這個東西 然後 最後的功課也沒有很多 大概看看Google Mail 喔 好 中國旁邊聊國 旁邊泰國 那這個方向走吧 應該是個方向吧 我就這樣子而已 我就 我就出發了 所以我那陣子就是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那我在側裡面 就是突然間 那個司機停下來 就很有靈解什麼的 警察就說可能 超速什麼的 然後有事情發生了趕快拍一下 然後拍一下什麼 警察就把司機帶在旁邊 可能要拍罰單 我就有拍一下下 好拍 好 可以了 然後警察就上來了 他就說 你剛剛在幹嘛 他就說 怎麼了 你剛剛是在拍 你手機拿過來 然後他就拿過去看 就沒辦法 而且他們是那種穿著軍隊的衣服 很快 對不起 就是趕快離開 這個地方就 就好 遼國啦 是真的會比較 威制度會比較高 所以會比較緊張一點 但我覺得 還可以啦 還可以去探險 還可以去探險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的 大家想像那麼困難 確實這個東西好像才做了兩年 不到 快兩年 但我做這一行已經做12年 所以其實他 給我感覺啦 我剛剛在思考的是 會難嗎 好像還好耶 因為我在過去的這10年 我就是 我都在做很多不同的東西 好像 確實有 有讓我覺得 有把那個基底打好 到我覺得 這件事情 就是跟著走就對了 也沒有遇到什麼太多困難 或者是這些困難我 這幾年 過去已經解決過了 也知道怎麼解決了 所以 不太是困難 反而是蠻興奮的 因為 就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現在我就是要慢慢的 尋找對的夥伴 對的團隊 然後慢慢的 有一樣的理念 慢慢的再擴大 然後這些我剛剛講的東西 都擠不來 其實現在是很期待 未來的樣子 因為對我來說 我的方向還是 它是一個 給馬來西亞人看的節目 就是大家都可以 去 邊看 有得到娛樂 然後也更了解馬來西亞 慢慢的把它變得更專業的節目吧 更專業的節目 更專業的節目 感谢观看